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同的人来说 曼德拉代表着不同的形象 一位被恐怖主义列为打击目标的政治自由斗士 一名在解决世界最具挑战的问题上 受到尊敬的人权律师和倡导者 以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一个谦卑的公仆 2009年 联合国大会宣布将他的生日7月18号 命名为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 在这天里 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和联合国 鼓励民众投身于公益服务67分钟 67正是曼德拉现身人类事业的年数 曼德拉留下了许多遗产 其中包括他为消灭艾滋病毒及艾滋病所做的努力 当曼德拉在2005年公开表明自己的儿子 就是死于艾滋病相关病因的时候 他将这样一个在南非上述禁忌的话题 颁到了台前 我确定在2015年 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了 从母亲到孩子的交流 这会是曼德拉的一生 并以此为行动号召 能够帮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实现在明年内将艾滋病毒传播 缩减一半的目标 我认为有些说 我们永远会见他再次不见 但我认为它不同 因为每个人都在立马上 人们在立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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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Nelson Mandel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